好 那第一件事情 我希望从基层 开始了解公司的情况 我希望你替我保守秘密 除了你之外 公司任何一个员工 都不可以知道我的生态 你还听错吧 孙老师 刘总居然录用他了 还让他来做我的助理 你听说啊 刘总就是这么吩咐我的 怎么 你有问题 我有问题 说 以我的条件和资历 被录用这件事情 应该是很正常吧 为什么你一脸写着惊讶 搞得很像很不情愿 我录用的样子 孙老师 孙老师 你听我说 你怎么能让他来做我的助理呢 我还是个新人 你要一个新人 去带另一个新人 这 没有道理 林董 你怎么那么麻烦呢 你这个还不简单吗 你明白了吧 还不明白 担心什么 就是你的工作做不完 他做 他的工作做不完 你做 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孙老师说得非常清楚 明白 完全明白 你看看人家新人多上道 好好学着点 好 行了 我不跟你不吹了 你们俩好好聊聊 好好聊聊 孙老师 孙老师 我还没说完呢